今天午后各地放晴 回暖 在南部地区有很多民旧都看得到这样的日韵 这是太阳光折射光圈的奇特景象 而北部是受到辐射冷却的影响 清晨普遍低温 白天气温回升到24 25度 但是从明天星期天开始到下个星期 天气变暖了 春雨暂停 旱象恐怕又要吃紧 三月流苏开在雨后阳光蓝天下 感觉特别舒爽 28号全台最低温是淡水12.7度 台北也只有13.9度 这是受到辐射冷却效应的影响 日夜温差大 北部白天气温上升到24 5度 水气偏少 大家期待的春雨暂时说拜拜 尤其在下礼拜一之后 整个转为比较偏南风 所以在整个西半部地区 气温都会有30度以上 那东半部大概是28度左右 这样的话还会造成西半部地区 日夜温差会比较大一点 这一波的春雨味石门水库 带来100毫米左右的雨量 溢住1000万公顿的水 整体来看翡翠的蓄水率 上升到87% 石门上升到23.76% 增稳也上升了 南华水库的水位下降 桃园以南的旱象并没有解除 未来一周天气稳定 离岛地区要注意浓雾的发生 至于太平洋上 今年第四号台风 梅沙距离台湾有4000多公里 还不构成威胁 另外南部地区今天出现日晕 这是受到卷云层冰晶折射影响 阳光刺眼 但是一圈日晕清晰可见 最好以太阳眼镜或护目镜来观赏 记者综合报道